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画 读本好书 听断故事 大家好 我是李潘 如果我问您 熟悉哪些世界名画 相信每个人都能脱口说出 一两个名字 比如说达芬奇的蒙娜丽莎 范高的向日葵 莫奈的睡莲等等 但是您想过没有 为什么在您下意识的反应里 没有出现中国画中的名画呢 如果我问你 熟悉哪些著名的中国画 你能说出一二吗 恐怕不太容易 那么实际上我们许多人 对于西方绘画的了解程度 是超过了我们对中国画的了解程度的 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也许是和我们普及中国画的书籍 比较少有关系 所以今天呢 要给您推荐一本 普及中国画的很好读的书 读懂中国画 这本书精心挑选了中国历史上 五十幅绘画真品 一一讲来 由此串联起了一部 跨越数千年的中国绘画艺术史 这样吧 我们先来拉一个洋片 按照时间顺序 从东晋开始一直到清代 先去欣赏一下书中所选的那些 中国画的名作 这是顾凯之的《洛神富图》 周访的《沾花式女图》 韩晃的《五牛图》 顾红中的《韩西仔夜宴图》 宋徽宗召集《瑞鹤图》 张泽端的《清明上河图》 王熙梦《千里江山图》 《黄宫望》《复春山居图》 《囚鹰》《汉宫春小图》 董奇昌《秋兴八景图》 《狼士宁》《百骏图》 我们看到这些入选的画作 真的可以称得上是 中国画的全明星阵容啊 这本书的作者少泽炯 他是上海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的副教授 他本人也是一位知名画家 那他对每一件画作 从画家的话题 画纸 意趣 到画面布局 技法 笔墨 特点 乃至画史的评价 都是择要讲解 既专业到位 又深入浅出 比较适合我们这样的小白 来读中国画 了解中国画 书中对画作的 五位11的副教授 请更记录 其中 下一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对文字进行了一次完美视觉想象的创造 您看书读到这儿 是不是感到作者身后的艺术理论素养 使得他可以随时地跨越中西 进行横向比较 这样他是把中国画 放在了世界绘画史中来做比较 给读者赏中国画的时候 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启发 那大概因为作者本人就是一位画家 所以他的书中有一部分内容非常有意思 就是他对中国画技法的具体的描述 这在以前我读过的一些 有关中国画的赏西书籍里很少看到 譬如我们来看这一幅 唐代李昭道所画的明皇姓属图 这幅画画的是安史之乱石 唐玄宗李荣基为了避难 带领大部队从长安逃往四川的情景 作者特意介绍 说这幅画是一幅清绿山水画的巅峰之作 他说从魏晋到唐代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 中国的山水画已经相当成熟了 尤其是勾勒田彩的山水画法 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清绿山水画 然后书中就用详细的笔墨介绍了 清绿山水是如何上色的 作者是这样写的 画中山石上的清绿颜色很浓烈 但这种浓烈并不是西方油彩般厚重的涂抹 中国画的纸和卷都是轻盈柔软的质地 不能用很厚的颜色直接涂染 而是用薄而透的颜色层层叠加 直至显现厚重感 同时又不会掩盖材质的纹理 清绿山水画一般最上层是石青石绿色 这是石质的矿物质 颜色有粉质覆盖力较强也较为鲜亮 所以涂在画面的最上一层 在石青石绿的下面则是许多层不同植物性水色的叠加 特别是在山脚下的部分 在褶石打底的基础上 根据不同的浓淡需要 以植物色的藤黄加花青调成枝绿色 或单一花青多变渲染 直到出现既厚重又不失透明感的效果 再以石青石绿色进行几次覆盖 这样层层叠加山石的温润与翡翠般的颜色 就渐渐显现出来 我想这样的文字 如果不是一位自己也精通清绿山水画的作家 画家 他是很难写出来的 而关于技法笔墨的这些描述分析 其实是大大增加了我们在赏画时候的趣味 就像上海师范大学的教授 少奇在序言里所讲的那样 他说所谓笔墨趣味 说的便是趣味在笔墨中 而笔墨则端赖于技法 不同的技法形成不同的笔墨线条 各具特色的笔墨线条 造就了画面的不同风格 因此谈技法也就是谈笔墨 也就是谈风格 而趣味已在其中 那么要真正读懂中国画 是不是我们了解了这些画作的背景和技法 就可以了呢 其实作者说呀 嗯 还不行 还需要更多的画外学养 作者在后纪里这样写道 中国艺术好比是一个生命体 要读懂它 应当如同对待生命一般呵护 培养 眷顾它 并与它一起生长 释放绵延 读懂了它 你就读懂了你自己 这也许将成为你生命中莫大的幸福 好 感谢和我一起来共读这本 读懂中国画 咱们明天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